Hello大家好,我是汪汪小黄,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我们阿尼亚按照车友的一个要求 基于大通维巴林胆轴中顶的基盘打造了一辆后厨位五座的一个房车 那么这辆房车的话有三个亮点 第一是一个五座的设计 其次的话是一个后厨位的设计 紧接着它还有一张大床 基本上是在这种胆轴房车里面是很难实现的一种方式 我们将它变成了可能 这辆车长光高尺寸分别是4950,1998,2345 白色的车身的话也是非常的耐看 右侧颈部正央棚已经安装完成 中门以及对面也换成了推纳窗 车身左侧的后能骨前面的这个就是我们重力加水口 这辆车搭载的是2.07的柴油发动机 匹为的是AM7 自动变速箱 原车中空位置我们加装的导航 然后整个中空的内饰我们没有做出调整 但是原车的正副架我们都改成了这种拼床座椅 为什么这辆车会有一个大床 就是基于我们这样的拼床座椅 做出一个变形的设计 驾驶是顶部 我们设计了一个主入格 然后底板 安装了一个折击电视 在侧板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中门 进门右手边 处处可及的位置 有我们的中控 显示控制 一个面板 中门及对面 现在安装好的这两个 铁架子 就是我们的平床座椅的几座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几座里面是我们 一个水泵 咱们在用水的过程中 必须要先把水泵打开 然后另外一侧的话 这个双人卡座下面 这个几座里面就是我们的 一个风凉的燃油炙热加热器 在冬天 机温的环境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咱们这个燃油炙热加热器 它右边是进风口 左边的话是暖风的出风口 它是直接从我们原车的油箱里面 泵油出来 不用另外去加一个副油箱 这样子在咱们用车的过程中 就不用去跟加油站的一些工作人员 去 过多的去解释 或者是导致误操作 在卡座侧面 咱们设计了五孔的插头 以及USB和点烟器的接口 侧面的推拿窗也非常的方便 打开 关闭 方便整个车内的通风效果 颈部的话是一个 较柜 可以看到 较柜的颜色上面 我们也选用了一个 深浅的搭配 框架方面 选用的是一个10级环保的 白纳木的颜色 然后 门板的话 咱们选用的是这种红樱桃 这一个深浅 颜色搭配 让车内到时候更加具有一种层次感 然后往卡座的后面看过去 这就是一个柜体 上面到时候会安装我们的12伏的 变频的分歧的空调 内积 然后可以看到 侧板的话 这是我们空调的管道 往下看过去 这个 这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铁盒子里面 就是我们的600A的锂键 像这种大公寓的电器 或者是空调 长时间消耗的话 这种 电量 还是很充足的 然后咱们的 控制器 空开 保险 都是安装在这个非常显眼的位置 方便我们后期的 一个 控制和检修 在这些每个线的上面 咱们都做了标记 对于后期的维修 我们也是考虑的非常周到的 然后最底部 就是我们的 3000瓦的 冲逆变异体系 这个柜子的对面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高柜 上面的话有我们的微波炉 在长途旅行的过程中 加热饭 热菜 非常的方便 然后 这个 咱们打开门板 暂时还没有安装这个拉手 内部的话也有比较大一点的储物空间 咱们放衣物 也非常的方便 底部的话 这块板子里面 实际上是一个海尔的 溅热水器 溅热水器的话 就是说咱们在高海拔的区域 环境恶劣的情况下 也是能正常使用 车尾区域的话就是我们的 除位 操作区域了 左边 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可以看到侧面这个开孔区域 到时候会安装一个 折叠式的洗手盆 这个柜子里面的这个电器的话是一个 带洗劫和脱水功能的洗衣机 能容纳2.8公斤的一个衣物 也是咱们冬天的一些衣物 也可以放置在里面 去进行清洗 它的侧面的话 到时候就是相对于我们的持柜了 上面的话会放置一个电头楼 那么这个洗衣机实际上是一个 从上掀门的一个方式 所以咱们这个顶板的话 也必须要 是能够拿开的 洗衣服的话 打开我们的这个面板 把衣服放进去 非常的方便 容量非常的大 侧面的话 照样设计了 无红插头 USB和检验器 还有一个小的玻璃 保证透光性 然后颈部的话 就是一个储物格了 咱们一些油盐酱醋茶 瓶瓶罐罐什么的 可以放在这里面 咱们 看到 是做了一个尾档的 防止 这些小物件掉落 在储位 区域的颈部 咱们加装了一个换气扇 这个换气扇是带照明功能的 明亮度还是很高的 可以看到 能够保证 咱们整个储位区域的一个照明 那么小黄今天对于质量 可以说功能非常强大的 胆着防车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这种方式的一个 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了 车友们如果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信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